这一件案件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类似的命案 也是世界上第三起类似的命案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有两副人家 一副姓许 一副姓侯啊 那么侯姓人家跟许姓人家 他们住在北港 开电机行 也开汽车行啊 那两副人家呢 他们合力经过人家的介绍 买了一家位于台北市陈德路一家电影公司的乡行车 那很高兴 虽然是二手车 但是还有七八成心啊 非常的高兴 所以呢 他们特别两副人家呢 特别啊 总共有十个人呢 那么特别前一天就直接搭车来从北港呢 来到了这个台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欢欢喜喜 非常高兴的 那么迎接他们两副人家 一起合买的这个大型箱形车啊 那么当他们呢 从北港来到了台北了以后呢 那么来到了位于陈德路的这个电影公司 两边就进行这个交易呢 包括银货两气交车钥匙的以后 好高兴啊 所以呢 这十个人呢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就开着欢欢喜喜开着这部车 先来到在白天的时候 来到台北市的动物园 所以呢 这个小朋友们呢 看得非常的高兴啊 就这样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一天 那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 那么由陈信司机 他们里面的陈信司机呢 驾驶技术比较好的陈信司机 负责载着其他九个人啊 那就从台北出发 准备缓回可爱的家园 直接开回北港去 那么就在车子发动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开始睡觉 那在车子到了快接近桃园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年纪最小的两岁 四岁 六岁 三个小朋友 他们突然间身体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跟爸爸反应啊 那他的爸爸就发现 爸爸妈妈就发现说 三个孩子好像都很不舒服啊 所以呢 就叫这个陈信司机啊 好吧 那我们就先开到桃园 那么找一家医院诊所 那就在诊所里面呢 那把孩子们呢 三个孩子带到了医院以后 跟医生啊 特别讲了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症状 那么医生看了以后呢 发现没有特别的这个疫状 可也不像是感冒 可是问题是 说不出一个怎么样 那怎么办呢 好 会不会是体力不济啊 所以呢 三个人都先打点滴 让他们休息啊 那么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情况真的有所改善 那么三个孩子呢 确实有所改善啊 所以呢 他们呢 那两家人决定按照本来的行程 继续上路 所以就挥别了医院呢 直接车子开着 又继续的这个开车 就没想到 从一路桃园 经过新竹苗栗台中 那么脏化园林了以后 这里面连大人都开始不舒服 为什么呢 那小朋友的不舒服症状 越来越严重 但大人也不舒服 那大人呢 开始有点头晕 头晕了以后呢 还有点恶心想吐啊 但理由不知道 后来一直开到了快接近嘉义的时候 连开车的这个成型实际说 他也不舒服了 连他也不舒服 所以呢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那么姓侯的这个侯先生啊 那么他就说 好不好 你先到旁边去休息 以后他来替代开车子 所以侯先生就开着车子 这个时候接近嘉义 结果就在接近嘉义新港 那么眼看着 就靠在过去一点 其实就是北港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靠近嘉义新港 凤天宫附近的一个 沟渠旁边的时候 他突然间觉得 这个开车的呼吸 突然间觉得 头晕目眩 昏天暗地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然后呢 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 车子就直接往旁边的大水沟 蹦地下去 不过幸好 只有前轮 两个前轮 卡下去 这个沟曲 但全车已经 不能完全动弹不得 这个时候 连开车的呼吸人都温倒了 那么旁边刚好 旁边刚好是一个兵营啊 所以呢 刚好那个阿兵哥 负责战绍的卫兵 看到了以后 紧急呼叫 所以呼叫里面的阿兵哥呢 刚好那时候 是大概晚上这个十点多 那么里面的阿兵哥呢 正准备要救寝 所以全部冲出来 几十个阿兵哥 健壮 赶快把这个车子 用人力的方式 有的人跳下去 勾取下面 有的人在上面 把这个车子呢 就扛回这个马路上面 那么其中啊 发现 哎 发现 怎么车子里面倒的倒 那晕得晕 还有人呕吐呢 到底是什么重症 不知道 这个时候 那么负责驾驶一班 我们说的 三栋博的那种 包括那种大卡车 货运大卡车 司机的这个 等于说军方里面的 船令司机啊 就赶快 集中身制 就赶快 一方面 那么跟他 这个部队里面 长官说 打电话 通知医院 做好准备 然后呢 他就冲上了 这个驾驶座 赶快开着这一部 当时新买的 这个乡型车 直接火速 冲往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了以后呢 那么 这个医院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症状啊 老老少少 总共加起来 十个人 赶快把他们拖出来 扛出来 那么把他们爆出来 结果呢 送到急诊室 经过检视以后 天啊 竟然已经造成 四死六伤的惨剧 我们来看 这起乡型车 在没有发生 任何碰撞 车祸的情况之下 开着开着 自己冲到了 水沟里面去 受伤的人里面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外伤 这起案件 让警方大伤脑筋 究竟怎么回事 瑞德 当时这个案子呢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轰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 到底他们四个人 为什么会死亡 然后这六个人 为什么会昏迷 怎么回事 都没有人知道 难道是食物中毒吗 所以呢 特别除了当地的 法医来验尸之外呢 特别请到 那么当时 法医 杨日松 博士的老师 叫做叶昭曲博士 火速奔到这个 等于说案发的嘉义来啊 到底要查明 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后来呢 经过解剖了以后 发现 还有包括抽取他 死者的胃疫 还有相关的血液 尿疫里面 发现了一种东西啊 在过去 那么事实上呢 都没有 在台湾 都没有这样概念的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 易氧化碳中毒 而他通常会造成的现象就是 虽然他无色无味 但是他会让死者面部潮红 那么会让他的这个 丝斑呈现 粉红丝斑 除此之外 他在进行昏迷前 事实上会有头晕 恶心 想吐的症状 刚好跟车子里面的这个人呢 他们所遭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可问题是 那易氧化碳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呢 就把这部车子 经过拆解 每个细节 全部进行 那么放大性的 用放大镜 那么进行检查 最后个然发现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啊 这个悲剧的发生 竟然是因为 那么他的车子 箱形车 他的排气管 有一个小洞 那么他的排气管呢 有一个小洞 而更要命的是 那么就在他 箱形车的最后面的车厢 也有一个破洞 结果就在这个车子 那么在他开的过程当中 他说产生的包括 一氧发碳 二氧化碳 这些相关的这些废弃 就在行驶过程中 意外被这个箱形车 后车厢的小洞 给吸进来了 吸进来以后 它是等于是 源源不断的提供 而因为它的量 是一点一击的进来 一点一击的累积 所以它并不是 马上就有那个 等于说让你有感觉说 就是一氧化碳 或二氧化碳中毒 或者是排气管的肺气中毒 所以小朋友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 抵抗力比较弱 所以两岁四岁六岁 到后来在桃园 因为这个一氧化碳 所以出现 恶心小兔症状的 这个小朋友呢 他们虽然打完点滴 上来了以后 又重新在这个过程当中 吸入了相关的一氧化碳 所以等到了嘉义的时候 这三个孩子们 已经回天乏术 而大人呢 事实上 虽然抵抗力比较强 但是随着 这个一氧化碳的数量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也间接地 发生这个所谓的 恶心想吐头晕 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可以理解的是 侯先生为什么 最后还能够 换手陈性司机来开车 因为他本来坐到 这个乘客座 也就是车子的驾驶座 旁边这个乘客座 刚好他前面的玻璃 破了一个小洞 那么破了一个小洞以后呢 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之下 那么空气 新鲜的空气 源源不断地有进来 所以反而 侯先生是里面 最清醒最没事的 但是等到他替换了 头晕的这个 陈性驾驶了以后呢 等到他开车 一样到了这个 等于说嘉义这个地方 新港附近 他再也受不了 所以他也头晕目逊 冲下去了 所以后来这个案子 终于水落石出 终于破案